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母亲焦急寻找,音讯全无 究竟是出门打工学情,还是被人管骗 神秘的勒索短信,到底是真是假 进行关注本期家长,消失的钢琴女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家长,我是徐丽霞 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当中的这位伤心的母亲呢,名叫陈雪华 旁边的这位呢,就是她17岁的女儿陈美涵 陈女士早年啊,与丈夫离婚了 十多年来呢,一直和唯一的女儿相依为命 女儿从小呢,就喜欢音乐 尽管日子过得并不富裕 陈女士呢,还是尽自己所能的为她创造学习音乐的条件 女儿也非常争气的考出了钢琴八级 然而,平静的生活却没能维持下去 今年的4月18号呢,身处外地的陈女士突然接到了女儿失踪的消息 心急如焚的她,立刻向警方报案,并且通过各种办法 日以继夜地寻找着女儿的消息 然而,两个月过去了,她的努力没有任何的结果 找回女儿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 在万般无奈之下呢,她找到了我们的栏目 希望能够帮她想想办法 我们首先来到了陈女士坐在小区的保安监控中心 值班的保安队长十分同情陈女士的遭遇 很快找出了那一天的监控录像 18号上午 18号9点钟 9点多的,9点左右 9点左右的小女孩下来了 我们学生港在 她上车的时候呢 我们学生港一直在 速度车拉走的 录像里看到的 看到就是她拿那个包 好像当时一开始还有其他人 后来再去看,再分析 那些人都是不相干的 就是可能能够碰到的,帮她拿拿东西什么的 往下的小女孩走的时候很高兴走的 很高兴走的 人当时人很多 带的东西很多 通过录像资料 陈女士得知 女儿是自己带着行李离开家的 而且走的时候十分匆忙 连手机和通讯录也都忘在了家里 在女儿的手机上 陈女士发现了不少陌生的来电 她马上通过当地电讯公司 查证了女儿近几个月来的电话资料 她的通讯了 最后那个电话 她打过那个电话我就打 那个人的反应手心 我说她说 你找她干嘛怎么的 我不认识她 但是她因为是假的 她不认识她 都电话都上了她的电话本来 她直接把她当为朋友的时候 才会把她的电话抄下来 才会把她的博客抄下来 她说不认识她 我就觉得不正常 她也有一个电话上海的 就是我打过去的 就发现了可能是个中龄男子 而且听那个周围有操杂声 好像是公共场所 我说 陈敏涵在吧 她说你找她干嘛 我说我是她妈妈 她已经离开学校指定了 她说我不认识 我说你不认识 我看到你给她打过几次电话 发过信息 她说我可能搞错了 陈女士在电话里 打听不到女儿的消息 但她隐约觉得 女儿的出走一定与这些电话有关 于是她带着通话记录向警方求助 然而却被告知 电话号码属于个人隐私 除非是刑事案件 否则警方也无权调查 她说我小孩是有准备者的 跟人家跑掉的 不能作为是中人可差 她说像我这样心思动众反而不好 可能对小孩不利 就在民警详细询问案情的过程中 陈女士说出了她深埋在心中的一段往事 原来陈美涵并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她还没有出生可能父亲就知道了 所以因为她是女儿 那么她的母亲呢 也可能是她的自己本身 她受的教育各方面不是太那个 然后呢也没有精致能力抚养她 就把她丢给她的外公外婆 外公外婆也是文马 外公打开小学文化 就几百块钱工资 所以我就觉得这么好的孩子 就如果说没有一个豪豪的困境皮 就糟蹋了 而且外公宠的方法不对 这是我的感觉 所以后来我就把她带到生病来 就开始叫她读书 然后把她送幼儿园 然后教导就这样 后来感情真的嘛 就舍不得她 现在那个领养手续办好了吗 那个是办了生年节还是世年节办好的 顺顺领养 尽管陈美涵是 陈女士在十多年前领养的孩子 但是我们从她伤心欲绝的表情当中 不难看出母女俩的感情啊 是非常深厚的 陈女士还告诉我们说 女儿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世 但是她对自己的亲生母亲 一向没有什么感情 也从来不会主动的去联系她 更不可能突然离开自己去找她 而且呢 陈女士在女儿出走的第二天 就联系过美涵的亲生母亲 然而 女儿并没有在那里出现过 那么陈美涵 为什么会一声不响的 就悄悄的离开家 她的出走 与这些神秘的电话号码 到底有没有关系 她又究竟去了哪里呢 这还要从陈美涵 小的时候开始说起 陈美涵从小就是一个 非常活泼开朗的女孩 陈女士也尽自己所能的 培养女儿的各种兴趣爱好 母女俩的关系十分亲密 这时的陈美涵 就像是一只快乐的小鸟 小时候的 小时候她就是很阳光的一个孩子 马路上都会跳舞 就是很信心的 就是上了出书 就是休息 就是快乐 就是去旅游的 陈女士发现 女儿对音乐非常的喜爱 于是她想方设法的 给女儿创造学习音乐的条件 这是她小子 我看里面 她是很小的 幼儿用一二年级的东西 配合她那个初中的作用 也可能很自信的 很阳光的 一年级还是二年级的 这个送她 是学了个电子琴 就这个她是电子琴 挺用功挺用的 然后就买钢琴 这些都是我一个人去的 买电子琴 跑那群上海 就像比酒 像买个又贫又好的 大概跑那 就所有的上海都跑出来 由于家里的经济条件涌现 陈美涵无法得到 非常专业的辅导 学琴只能以自学为主 尽管如此 她还是进步得很快 因为后来学费比较贵 就是上上天天 上上天天的 但是她自己很有 放假 要周末就是谈心 也从来不要我多臭 她能慢慢就是考试剧 一下子就考成了 台南乃至去自己痛苦了 她也挺高兴的 有她多少的恨学 就是有她多少的眼力 她也有过很多眼力 有时候也不让她 就是她有心 有时候要把她做作用什么 做得不好什么的 我就不让她 她也苦 苦不很 就在2003年 陈女士与原工作单位 发生了一些矛盾 最终不得不辞职 带着女儿从无锡 来到了上海 希望能在这里 有一个新的开始 然而 事情却没有她所想的 那么顺利 退休什么的都中断了 然后工资也中断了 也没办法上班 然后我就不停地在奔波 当时她呢 就是在考